一会那个孙姐是不是也来 对孙姐稍微晚一点 自己好像还没录地吧 还咋的 还在天上 他应该会稍微晚一点 比咱俩 大家聊聊天吧 你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 然后在屏幕上打下来 然后那个我们就看看 好玩的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 好吗 好的 什么张云龙也直播 我直播好几次了 我怎么也直播了 那个大家不要花钱去刷礼物 听话千万不要 留着钱留着钱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山河之影 我们的戏 今天晚上是大结局 就是会员大结局 问你们啥长这么帅 有网友问你 你为啥长这么帅 我呀 我哪帅 我就长一般吧 一般人 你是我是二般的 你平平无奇 工作累不累 干啥不累啊 我们就算轻松了 那工作人员比我们累多了 是吧 对 更辛苦的是些工作人员 大家也都辛苦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 工作完累的时候 没什么事干的时候 就看一看 其实演员是最幸福的 对啊 所以就真的是要好好珍惜 你在哪啊 你在公司 在公司直播呢 你在哪了 还在上班 我在家里 我在家办公 你也吃完饭了 没吃呢 你后面有什么计划呀 我后面计划 计划吃饭呢 一会儿 吃饭都要计划了 现在 吃什么饭呀 提倡日程 提倡日程 因为吃饭还要计划呢 大餐 现在每天都没时间吃饭 然后吃都市拉 没有 就吃都市 你要说什么 后半句 没有 后半句是拉什么 拉拉拉拉拉拉 你不要总这样那么坏 天天 我不坏 我去跟你学 我现在跟你学会了 我是太善良 进猪者吃 进龙者 龙 哎呀 他说你在厕所里 他们说 是我在厕所里 我在厕所 外面还有窗户 哎呀 还打灯了你 直播设备你全呀 你 请多反出来了 我这有备而来 两个灯 我是那个 电灯泡 赠光瓦亮的 那个朋友们真的不要送礼物 就是我这样 我隔两分钟 你也说 大家就别花钱 别送礼物啊 这个请问的是 留着千万别送啊 不要送礼物 然后 大家有有有时间 就去看看山河之影 对对对 千万不要花钱 听话听话 千万千万不要花钱啊 算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如果不同意 让善儿给你们磕一个 求求你们 不要花钱 咱们让你唱歌 他说咱俩是尬聊 是尬聊 这不是等 这不是等人吗 这也不算尬聊 我咱俩四家里比这个还尬呢 等人 主要咱俩这两天聊的实在太多 聊干了都 没了可聊了 这一天 三四个采访 加上直播 这一周也没停 这两周没停过就 哎 那我给你讲几个冷笑话吧 你讲我听听了 你让大家一起听 但是你要问你要问 你要问为什么 好我配合你配合你 我第一次听说讲小话要配合了 对 那你知道 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吗 我知道呀 嗯 许仙送给白 不是白娘子送给 不对不对 许仙送给白娘子一顶帽子 白娘子从此又站不起来了 你知道是什么帽子吗 哎呀不知道 是什么帽子呀 我特别好奇 你告诉我呗 你求求我 我求求你 是一顶鸭神帽 哎呦 我天 冻死我 哎好啊 这笑话 这是我一年前讲的笑话 你现在就给我讲一遍 啊真的啊 哈哈 你红了 就要冲了 再讲一个 那我再想一个 啊 嗯 呃 快帮我搜一下 那个孙姨来了 孙姨来了 啊 孙姨露过眼啊 一会一会给他讲的 讲一个 你给他讲这个笑话 你看他知不知道啊 嗯 好 连上了吗 马上 哎 好了 应该 马上 看他俩就翘首一判 期待着孙姨的到来 给你打 咱俩给卡 卡机了 似的 咱俩给他表演一个 他先来之后咱俩都不动 那他以为咱俩卡机了 怎么样 你觉得这行 好 现在现在就定静止吧 然后就咱一直静止到结束 他还没来 他是不是也不 他是不是也不会弄啊 也有可能 哎呀 你怎么下线了 哎 哎 我也点错了 你是这一下也不会啊 走餐 嗯 看看 看看问题吧 好呆 他们说你好呆 他们说你吧 不是 你呆头鹅 你呆头鹅 什么 你呆头鼠 呆 你是呆头花里鼠 你是呆头 你是呆头大袋鼠 呵 哥感 他说你感冒了吗 我没有 我今天在外面拍了一天 有点 风寒 啊 啊 看错了是问我的 我没感冒 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哎 哎怎么没开摄像头啊 你是不是有个键你没点啊 孙姐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直播 你哎呀 哈喽啊 哈喽 孙姐 哈喽张老师好 陈老师好 你别叫老师多见外 你在喝啥呢 喝饮料 喝水果茶了 师哥 啥 喝水果茶呢 啊 嗯 你忙啥呢 看我们的剧了吗 那必须看啊 这行了吗 哎 只有咱们撒直播呀 有主持人吗 没有 没有主持人的话 那我来cue一下流程吧 今人都算多的了 今儿 平常弄我俩 要不就一个 今天就是你是主咖 然后你来 好吗 我们俩跟你走啊 行 我先cue一下流程啊 嗯 从哪开始啊 小明 你个流程的从哪开始 从签字收书开始 平常哥 我看你今天去三里屯 那啥了 去发 发东西去了 是吗 是这样生产剧吗 这不 播的不好吗 这不想尽各种办法 都尝试一下 试一下吗 就去 那摆个摊 然后弄二维码 说 大家在朋友圈 发我们这个剧的消息 我就送他们什么扇子呀 本啊 嗯 那些东西 发的有点晚了 你都播完了 你才去发 怪我了 这算是 这算是 很成功的 都都差点 都上市了 今天 哎呦我 今天都差点 跳钟了 龙哥 企业家 什么企业家 都为这点距离 容易吗 来去扫楼 对 我们把你的那份 然后也都 然后也都给 加油上了 课流程啊 下流程啥呀 你跟他晃啥呢 然后晃他 传播话题 哈哈 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这是吗 开场互动 自我介绍 来吧 我俩介绍完了 该你了 那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孙姨 我在那个 山河之影之中 这个里面 怎么了 你这么烫嘴啊 紧张了紧张了 在山河之影里面 试演的 是舒堂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干 爱 哈哈哈哈 这词没背没背下来呀 哈哈 你就念吧 你念稿子嘛 我自我介绍啊 你们两个说完了 说完了 说完了 第二个 主演聊天 弹幕互动 啊 来吧 来吧 有什么问题 想问那个 萱和孙姐的 大家可以提出来啊 我来挑吧 好吧 我来挑什么话 然后 问那个什么 问你俩了 啊 你俩就回答一下 你看一说这个 大家都不发消息了 大家没有什么想问你们俩 你们俩退 来吧 啊 陈若鲜好温柔啊 我看到一个 谁呀 底下那个 那个蛋糕 好 啊 他们有人问你 孙姨 你能送我会员吗 我还能 我还看到一个说 你能 你礼物能不能去哈尔滨直播 哈哈哈 你先回答 这问题 你能送会员吗 能啊 可以 没问题啊 啊 那你能送我两个 一个人吗 我会员上去看 你能送我俩一个会员吗 你俩 那你俩是怎么看的 没有会员 你俩 哈哈哈哈 我俩 那个 从抖音上看的 cut 我看有一个粉丝说 你知道 人太久不吃饭 会怎么样吗 会 变瘦 来 那个朋友把答案写下来 我再找找找你 我们一会儿再找他答案啊 没有关系 行 嗯 然后问 哥哥 三个军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戏吗 或者 有趣的故事吗 印象深刻的戏 对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戏吗 孙姐 那我呀 啊 印象深刻的戏 有忘了 张哥 啊 你有吗 我都 我都说干了 我这一说两个星期 有趣的事了 已经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了 哈哈哈哈 要是这么问的话 有点 嗯 很安心 太久了 我们是哪一年拍的这个戏啊 去前年拍的 轩儿知道 轩儿记得手 轩儿对这就对这部戏感情可深啊 救我 那你再讲一讲 对你讲讲轩儿 你讲讲觉得有意思的事 我讲讲咱们仨那个 喝酒喝酒那场戏吧 就是咱们仨 对对对 你还拿了那个小冰块是不是啊 是那一场 对然后我还给你们讲冷笑话 你还记得那个冷笑话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了你再讲一遍呗 他都不记得你这个人了 还记得你这个笑话 我在给 哎 你知道 你知道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谁吗 啊 你知道我在里面演的是谁吗 不知道啊 说出来听听 陆雨林吗 他演的是那个礼物 哈哈哈 哎你还记得呀 我演的是书堂啊 哦啊 啊你演的是陆征 你真的不记错 刚才为你故意的呢 哈哈哈 我再给你讲一遍 你再讲一次呗 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现在有新的了 我现在有新的了 龙桂也知道我跟你讲 可能你不知道 嗯 就是那个许仙和白娘子 然后许仙送给白娘子一顶帽子 从此白娘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知道是什么帽子吗 从此白娘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什么帽子 鸭石帽 哈哈哈 为什么 啊 啊啊我这头 就是我这个吗是吧 你你真的是最佳表演嘉宾 你刚才云罗就是啊 好好好冷啊 我还是你都说咱们三 三个人不太熟的样子 你们都看成这一点了 大家说 乐乐一点 你当时讲的那个笑话是什么 看海还是什么玩意儿呢 是不是我讲的 金木水火土 哪个哪个哪个腿最长 我腿最长 哈哈哈哈 啊我腿最长对对 啊龙哥你讲一个吧 你再讲一个 我讲了啊 啊你讲一个 你我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啊 你们先讲 你们先想我再我 我再说一个 你知道那个皮卡丘站起来变成了什么吗 变成了 乒乓 冰 哦你知道呀 是吗 是啊 皮卡丘站起来变成皮卡兵 真的 就这三个单吗 啊 哈哈 这我真不知道我瞎懵的 龙哥准备好了吗你 我现在在查 我在搜搜到了没有 搜到了没有 没有 孙姐你你讲一个吧 我不知道 我也得查一查 我想想啊 嗯 我查了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你看 你说 这是 有一根火柴 觉得头痒 然后他就死了 然后他就挠一挠头 然后他就着了 对 然后他去医院包扎就变成了棉签 我还没想到 保火了 保火了 哈哈 哈哈 尴尬 保火了 保火了 嗯 我在找他 说一个孙姐不知道的 还有一个看点啊 就面对着 扑朔迷离的案情 然后王警官就陷入了沉思 很快 他就进入了梦乡 为什么 这个解释啊就没有 就没有意思了 就解释笑话是 最不应该发生的行为 那怎么样啊 你别告诉你笑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刚才那个冷笑话为什么 他陷入沉思啊 对啊 然后嘞睡着了 睡了睡着了 就这样啊 挂了挂了 我感觉 不在一个频道 还有一个 从前有个孩子叫小明 小明没听见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咋的你都没反应过来啊 从前有个孩子叫小明 小明没听见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从前有个小孩叫小明 从前有个孩子叫小明 小明 小明没听见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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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直播可以捧为史上最尴尬的直播 哎 换我话题真的好冷 我们讲讲别的好吗 讲讲 讲讲别的 你扣下个流程吗 四姐 OK啊 啊 做吧 咱们现在是到 我看看啊 我看我看弹幕说说得挺好 下次不要说了 哈哈哈 等我一边啊 哈哈哈 不是 哈哈哈 其实我跟他保证现在很多网友 那个脚在地上 基本已经把那个地 抓就抓住一个城堡来了 就是太尴尬了 那我基本都扣 扣他吗 没事 你不尴尬 尴尬就是他吗 对 主要咱俩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陈老师 哈哈哈 怎么 怎么 就那么 你俩聊吧 我刚才看到你说 现在热搜预定了 山河之行主创 尬聊直播一小时 哈哈哈 你知道三分牛排 为什么不和七分牛排 打招呼吗 三分牛排 为什么不和七分牛排 打招呼 你又不熟啊 哦 又不熟啊 对呀就跟咱们仨一样 在拆 哈哈哈哈 你说你是你是生牛排 这就补那一期就更尴尬 哈哈哈 你是西冷牛排 嗯 嗯 程同学我听说你刚刚在跟一个陌生人连线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跟一个人陌生人连线 我刚才是跟六个七个陌生人同时连线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吓死了突然把妈一下 哈哈哈哈 实际上是人 啊哈哈 然后人家怎么说 有一个小朋友说妈妈这是谁呀 小孩了你是不是人家上网课 你让你连网课 没啥就说我们剧啊 这只 你可能给谁呢 就说我们剧直接 当时有点措手不及没反应过来 估计进进谁上网课里边了 你给人上当课呀 哈哈哈哈 我给人带换啊 我抱歉不过我从此有了阴影 哎呀 说点啥呢 我跟你说是礼物什么时候对书堂动心的 回答 什么时候对书堂动心的 我的理解呢 其实是看到你 簪子那一刻 就发现它是书堂的那一刻吗 对啊 因为我小时候不要用那个簪子开锁吗 嗯 书堂呢 嗯 我觉得 我剧里面有一句台词 说是你把我放到箱子里运走的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记得吗 在那个山洞里的那会儿 那应该是那一会儿吧 我说你干不尴尬 你要尴尬的话你也出去 我也问问你 问问 那个那个 你什么时候对书堂动心的路上 你不用问我 你当我是个电灯泡 我跟你也打光 我跟你们打光 今天晚上是大结局是吧 对 是真不管我呀 啊你什么时候对这样问你 你也可以回答 也没什么不让你回答 我还是当电灯泡电灯泡吧 你就插个空六个边 然后说两句 问你是吧 哎是是是 到时候请给我批成一个灯泡 挺可憐的 你对那个张俊卿啥是动的心呢 是到你说了你还不说啊 呃 陆征是一个一心只有事业事业的一个人 他可能还不懂什么叫动心 哎呦嘛 纯情了呀 嗯 哎呦 所以所以你们两个是兄弟情是吧 你说跟谁呀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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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姐张俊卿 嗯 怎么说呢 哈哈哈 男人你敢做敢当好吧咱们 哈哈哈 陆征啊陆征 陆征应该应该就是 那是他 他大哥吧 陆征打不过他都 那你在距离说跟我说你喜欢人家的啊 你现在又不承认 那他说的你找你问他去啊 我哪知道 你说的你跟我说你喜欢他的啊 咱们敢做敢当好吧喜欢就是喜欢 什么 怎么 干我你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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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陆征说了礼物是纯爱战神 哈哈哈 这不许说两个纯爱战神 后来走了一个 走了一个谁啊 宋天忆 陆征现在你在照镜子吗 我说 你在这照镜子吗刚才 你来直播说话的让你来摆造型的吗 对啊 我来 我表现一下 多说两句 对 欣赏一下 欣赏一下盛世美颜 两位的盛世美颜 我可别笑 好 叫我笑起来有个褶子 三人四下 我笑起来有个褶子 也会小学鸡互对吗 什么叫小学鸡啊 小学鸡是一个形容词吗 小学鸡互对吗 不会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 就是三位最开始对这部戏的预期是什么 对这部戏的预期啊 这个要好好聊聊 确实我是有预期的 所以女士又先孙姐先聊聊你的预期 你是有预期吗 你自己说吧 人家Q的这个问题 你听我说 你重要 你说 你说实话 我预期就是我都做好了 那个什么都准备了 行吗 真的大火了是吧 对我觉得不行了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行了 我看完就演完这部戏 我觉得自己要 就是 膨胀爆炸的那种 我都做好了 我都想好 我都想好以后 我说 啊这部剧 哎播了之后我就不行了 我说我得做好那个什么 就隐区的准备了 就要在最高点隐退了准备 结果我发现 牙火了 牙火了 这个是我说是意料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人的预判呢 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以后就不应该再预判了 没有 但是我看 人家都说你 都都说你演的好 真的 真的龙 张哥 我觉得我碰到一群好的演员 然后可能 才让我的 应该有的水平 然后达到了一个及格线 这个真的不都不说 两个人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带的好 确实 陈老师确实给我们帮助很多 对 陈老师就起了一个好的榜样 敬业的 不想讲 你帮助我为什么了 哈哈哈 就是我帮助了 能够烘托你们两个人的颜值演技 然后烘托你们的 呃角色人物成长 然后我作为就是一个 赠光瓦亮的电灯泡呢 在剧里面起到了一丁的压迫感 就是让你俩的情感更加的浓烈 你怎么咬说的咬牙切齿 哈哈哈 我还是挺 你们两个呢 我在我在剧里面 也挺客的 在剧外也挺客你们两个的 包括现在就是 现在我也去挺客你们两个的 是吗 你们俩原地成亲吗 你不该不说别客啊 你差不多 哈哈哈 我给你们我给你们红包 因为陈一个陈若萱最近啊 就是 我们俩直播的时候 都不能说你给大家磕一个 他可能就是磕上瘾了 啊是这样磕呀 对是那个 你俩你哪个 他说你磕就这个磕一个 啊你要磕我俩 我要磕你俩 来来一个吧 我还以为你说 我还以为说你俩成亲 让我给你俩磕一个 就是你磕一个就这个磕一个吗 为啥 你刚才你说可以 磕磕父母 哈哈哈哈哈哈 我笨了 你俩原地成亲一个吗 你俩 你俩要不比个心 哈哈哈哈哈哈 快点我替网友 我替网友说说这句话 就是你俩可以这样哎 你俩可以这样这样这样比个心 然后把我 在一起 我看的是咱们俩现在不在一块呢 不是 在我这你是在下面然后龙哥在左边 然后我就把我这电灯泡亮起来 你看他认真那个样子我觉得 行吗 我替网友曼曼曼曼做这个事 成年如果我们俩都不都不介意这个话 你会怎么样 然后我就当没说 哈哈哈哈哈哈 哎这样吧 我想想啊 你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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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不你俩这样比一下 然后呢我在中间 我在中间这样这样这样 一箭一箭穿心 专哥他他怎么了 哈哈哈 疯了哈哈哈哈哈 被刺激到 好吧 刚好没说我再不说你了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行吗 嗯刚好没说 哈哈哈哈 我自己我自己也给自己哈哈哈哈 我祝福你们两个 我祝福你们两位 哈哈哈哈 我祝福你们两位 这是云龙 这是这不这是礼物这是书糖 祝福两个也送给你 好吧 希望你和张俊青然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好 然后拜拜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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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天呐 我觉得这次是程仑泉直播话最多的一次 那当然 嗯果然不一样 咱俩直播的时候你啥话都没有 孙姐一来你这话可多了 啊 看你们俩说你们俩是一个射牛 一个射孔是吗 对 是 龙哥真的是射牛 然后但今天你这一来他就变成射牛了 是增减变成射牛了 所以如果让你就是用一个动物来形容陈鲁轩 你会用什么动物呀 形容陈鲁轩吗 嗯 我讲一下嗯 龙 龙 牛 牛啊 嗯 为啥呀我哪里长得像牛啊 他平时也是 这一种我怎么觉得就是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然后感觉闷闷的 说话的那种形容动物有很多种比如说是马呀 鹿呀 就是独角兽啊这种 感觉看起来更实在一点你懂吗 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狗 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很脚踏实地的人 然后狗牛不是不太说话 张哥 带你了张哥 我形容完了 你形容的是什么 我说他像花梨鼠 花梨鼠 啊 就就哦 我好像寄错这个品种 就那种把什么都往嘴里塞 然后那个 不揉啊 啊啊 那 是不是挺像啊 孙姐你知道 你知道我俩你知道龙哥说你想像啥吗 像 美人鱼 不对 孔雀啊 解释三个 三个字是三个字是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啊 我说你像一个卡通人物 对卡通人物啊 是人吗还是动物啊 是动物动物 还有名 家喻户晓基本上 机器猫 嗯 三个字 但很近了跟猫也相关 就是 叫米 米米米 米米是吗 米米我们俩字吗 米老鼠 对那个米 哎叫米米是吗 美羊羊看我爹说我像米美羊羊 哈哈哈 啊是米米哈 米米啊 米米啊 就带个大蝴蝶结着那个 啊 像那个 这咋个是啥玩意儿 太漂亮了这张哥这太好看了 嗯 拿住了啊 啊 你你知道你俩刚才 你俩刚才 人家为什么要给你盖个红盖头吗 你俩刚才 你俩刚才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你咋的了 你咋的了 雪儿 你怎么了 就是 磕到了 听着话 你都爱得多 磕到礼物 和磕到礼物和收藏了 我觉得 四个人要少这次直播 应该再拉一个人进来 啊三个人 对应该四个人再拉一个人进来 哎 咱们拉点那个就是那个路人吧 你随便拉 要这么玩吗我可以啊 我也可以啊 来吧 来呀 来吧随便拉张哥 拉一个我随便拉一个啊 随便拉随便拉 找一个啊 嗯我想我想先退出 我怕一会会有直播事故 你别说话 好选一个啊 呃连线邀请是吧 我也开 哎申请消息接受我看看啊 选一个你的粉丝吧 都行 哎我接受了 进来了吗 嗯 哈喽 没进来 哎 没进来 啊跑了 你快点你会不会拉你不会拉我拉拉 我咋不会拉 那快点 等一个 等一等啊 等一个等一个 看看啊 这个挺不错一圈小超人 别跑啊 哎来了哇 哈喽 哈喽 哈喽你好啊 嗨你好 啊 啊你看我们山河之影的吗 哦我一直在看 没想到连到我了 不信 对我好喜欢你们那个山河之影 可以可以送我一张签名照吗 谁的呀 啊你的孙姨 可以没问题 我 好喜欢你 哈哈哈哈 问题要问是什么吗 可以讲一讲你是怎么喜欢我的 你是 喜欢上了我什么特质 有最开始其实 我是 呃 奔着张英龙去看这个的 因为 从最开始 看那个神圈小七的时候 就从那时候就喜欢你 然后就去看了这个剧 看了这个 所以妹妹打断你一下 你是爬墙了是吗 哈哈 哈哈当成我的面爬爬墙了是吗 没有 然后 我们俩人去这货不干扰 你说是吧 咱们两个 人家说不定是那什么的 都喜欢这不挺好的吗 好的好的 哦我有点 激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我来打破一下这个 这个尴尬啊 就是你其实还可以再喜欢 多喜欢一个人 这样就一玩水干瓶 挺好 你那我 你不说我游戏就我和孙姨呢 然后车子也在你 带一下 好的那我就 我又要开刀 啊 三个人都喜欢 好 谢谢你 啊 啊好 那行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说的我们再联一个人好不好 好的好的没有了 那祝你生活愉快哦 嗯 嗯拜拜 哈哈哈 你多喜欢一个人 你介不介意多喜欢一个人 这次我在那个什么 这叫个成仙粉丝我找一下啊 找一个 找一个找一个 怎么得找找找一个小时 哪不能 看看啊 选一个 好 这个吧 金鱼 我看着笑你的那个粉丝 哈喽 结果不是 你好 那是我吗 是你你喜欢程鲁轩吗 啊 啊我喜欢你 张云龙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 哇好激动啊 我的天 我居然连上了 你多喜欢一个人 我再问 我再问一句啊 你 你想 你强好再回答啊 你是成仑轩的粉丝吗 不是 不是你们的粉丝 是我们的粉丝对吧 对 你有看山河之影吗 我今天刚看完一集 哦 刚看完一集啊 对 那对不起了 我把你倒掉了 刚看了第一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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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龙我能要你的签名吗 这个 啊 我想一想好不好 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在 如果你再那个多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帮你要一个 我帮你 真的吗 对 你再说一句 你喜欢 你喜欢一下孙音老师 我帮你要一张 啊 我都好喜欢你们 啊 行 那我知道了 那我看看让那个 后面 后面联系你一下 到时候啊 联系你 联系你 我真的从初中 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啊 好 谢谢你啊 那我后面联系你 啊 那我后面 好的 祝你天天开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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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好激动啊 我在找一个 我必须得找到一个 找一个啊 这个哇 哇这么多突然间这么多连线呢 嗯 嗯 这个吧 算了我自己找吧 你自己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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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找不到 啊 里长交给你 你你可以连吗 不会吧 他刚才都跟 哈哈哈 去人家直播间了 是我的粉丝 哈喽你们好 我是我是 成荣轩的粉丝 我好想算你圈你不要这样 我必须得找到一个 哈哈哈 这样我 我看一个头像是狗的好不好 哦我选一个这个 然后有可能单单纯的就是喜欢狗 连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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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到吗 我 你好 怎么称呼啊 怎么称呼 我姓王 啊 王同学 你好 天啊 哥我是你粉丝 哈哈哈哈 成荣轩粉丝是吗 你喜欢成荣轩 年啦 对啊 哈哈哈 其实哎 其实我 把你踢出去 哈哈哈 其实我知道那个 宣哥之前演那个心理罪吗 我们上危机课的时候 我们也是看着那部戏长大的 上危机课的时候 对我们上危机课的时候老是在网盘里给我们下的那部剧 然后当时我朋友他们都在看 电脑课吧 嗯是的 哦 但我是龙哥粉丝 龙哥我真好喜欢你 哇 谢谢 看 看过 看过我的剧 我就已经很感谢了 很感恩了 对 你们都是很好的演员呀 应该也穿过孙姐的戏吧 孙芸老师的戏 看过看过 展开 有没有看过我们的山河之影啊 看了就是现在大结局还没看 因为我想要看完你们直播再去看大结局 啊 哦 行 我们一起去看大结局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那谢谢你了啊 祝你们 好 祝山和志勇大伙 哎 谢谢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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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那个战虎有很多喜欢陈若萱的 然后他他 我跟你讲陈若萱我现在分析出来了 他是故意的 他他一看到有喜欢你他根本就不脸 他故意 他粉丝 我不需要的 他为什么不让你脸 就是因为 连他粉丝 哎 胶还是老的了 我这坏出水来了都 胶还是老的了 对吧 来 小胖哥啊 我再连最后一个好不好 嗯 嗯 行 你得连连俩啊 你得连个孙英老师的粉丝 嗯 主要大家吧 都很热情 这是你今天连不上 你今天连不上 今天不下班了 你让他好好连一个 他都 他连他的故意的他都 这个活就应该让我来干 我压力好大呀 我压力太大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你的直播间 我们都在你的直播间 主位 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要不怎么关了去你那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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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再开一个 对没事对 我是我是我来我来 我来说一下吧 我是孙老师的粉丝 我我喜欢孙老师其实挺多年的了 是吧 危险发言啊 危险发言 哈哈哈 你都敢说我我敢接 就是哈哈哈 就是 我我是真的看过你的很多戏 但是你有没有记得 其实咱俩 咱俩 拍这部戏之前不是第一次见面对吧 大概在10年前 没有 没有 有 有 没有 有 2016年 不可能 那会我还在上学 真的就是2016年 咱们一起拍的戏 不是那是我们一起拍的戏 但是在2011 13年或者14年的时候 咱俩就见过 咱俩就见过 你看你把我忘了 在哪里见过 在一个剧组里 呃在一个剑 一个剑 剑组见导演的咱俩还 试过同一段戏 然后你演那个女生 我演那个男生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那我不记得了 那那经常试戏啊 以前啊什么的 那去哪记得呢 我记得咱俩一起拍过一个戏嘛 对 但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你了 然后当时那个剧组是四个 四个字 然后我我记得是哪个剧组 然后当时呢 试完戏之后呢 我就 哎 这个绝对的 天呐 我上来了 居然 他表白一下 我的姐姐特别喜欢你 陈若萱 啊 你的姐姐 啊 是他最近还在看心理罪 那你呢 我也喜欢你啊 陈舞导 明珍的陈舞导 谢谢 我可以要你们的签名照吗 为什么要要他要他们两个呢 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都喜欢 每一个人 是你要还是你姐姐要 啊是你有听见吗 那我都 信号不大 就因为喜欢你这个磁场太强 等一下下哎我好了 嗯好了 哎呀好了 嗯 谢谢你就是很不容易 今天真正要要没有你 我们就下不了班了 然后呢 为了这份感谢我 啊 陈舞导我喜欢 我真的很希望你还能再参加明珍 哈哈哈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然后 我帮你要龙哥和孙老师的签名照 然后给你 还有你还有你 一定要你的 我姐超喜欢你 他最近也在看心理罪 重温 重温 心理罪 一二级 谢谢 谢谢 真的是喜欢你不是骗人的 好好 我知道了 那我就多多送一张 谢谢 嗯你们三个的 谢谢谢谢 哦太开心了 好吧 谢谢你了啊 谢谢谢谢 而且我也有追山河真影 还发了朋友圈宣传 然后 还有人回我要看 谢谢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你觉得在山河这个里面 礼物和书糖你磕吗 当然了 那你你你今天有看大结局吗 我我在看你们直播呀 那你觉得他们俩最后是BE还是HE呢 嗯我希望是HE 再想一想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主观想法吗 至于结局是什么呀 就看 去看山河之影大结局吧 好的好的 一定会看 而且还会多刷几遍的 然后我在这里再表表白一下龙哥 我今年才看的民国企探和民国大侦探 好好看 啊谢谢 小四爷太帅了 谢谢啊 还有呢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很喜欢 好呀谢谢 为什么看过孙姐 孙姐是那个 没有孙姨你很喜欢呀 都是东北人 他在 明珍第二季就出现了吗 对吧 记得今天一会 我们直播完顺了之后要去看我们的大结局哦 好好的好的 别后来的前面照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把你接下来然后给你找联系你的 嗯 好的好的好的 你就挂断了 谢谢谢谢 谢谢你了 好希望 山河之影就有长尾效应 以后还会有人讨论 哇 谢谢 谢谢 嗯 好的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哎呀 好了 这美好的时光呢 总是短暂的 对吧 还要结束了吗 对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嗯 然后 首先感谢大家对山河之影的支持 然后感谢大家来看我们三个人的直播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宣传啊 山河之影要播完了还有一点舍不得呢 其实是吧 我觉得 我是看了我们这个戏感觉 当时拍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但是看了之后发现 我发现每个人都好用心眼 我觉得 张哥看起来吧 虽然整天跟我们在一起嘻嘻哈哈的 但演起戏来还是挺正经的 啊 还是挺正经的 然后 轩哥也是哎 陈鲁轩比我小吧 应该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我觉得他 陈鲁轩平时也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演起戏来 他的那个 内心的力量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戏 看起来整体的我们还是有一些 像磁场在的是吧 嗯 然后然后有弹幕问 呃 咱们三个想要二搭吗 想要什么什么玩意儿 二搭 二搭 那有机会当然可以二搭呀那是好事啊 对啊 对啊 那 要不要我们来个反来来一个反向反向 训练 什么个反法你反应给我听听 就是就是就是啊 我我不是把你脸拉黑了吗 怎么还还能直播呢 哇好突然啊 你说一个 你什么鬼啊这是 两两天你咱俩不是有反向宣传吗 宣传我们的剧都是这么宣传的是吗 反向宣传被大家当真了 就真的不看了就 对 龙哥就说不要看有什么好的 不就是演那个打戏好看一点 然后里面故事精彩一点这样 然后就真的没人看了 我刚刚在装卡呀 哈哈哈哈我也是 我也是 龙哥没故事 想面对这一切啊 面对不了 但是你应该常开直播 因为你很适合直播 为什么 就很呆啊 你才 我改向效应 对 行吧我们去看大结局吧 那你也说一句 圈就差你了 我自己都说完了 你也跟他说一句吧 呃 对其实对于我们几个人呢 今天在这里直播代表的也是 是想要 呃整个剧组山河之影的 向所有的演员老师们 他节目后的老师们表示一句感谢 因为 拍这部戏最辛苦的是大家 然后最幸福的其实是演员 呃现在已经播出了 然后也快结束了 还是不会忘记大家在剧组里的 点点滴滴 然后也希望 大家永远去住山河之影 也希望 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嗯 好啊 那我们就在此跟大家再见咯 好 那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 希望结束之后大家去关注 山河之影的最后两季啊 再次我们就 江湖再见了 江湖再见 嗯 关断了啊 拜拜